哈囉,大家好,我是卓妮萱Jesse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題是 當然啦,我知道就是被渣男渣女傷害了 很多人都會心情那種 我覺得這種心情是無可厚非的 是沒有關係的 是正常的 因為你是人嘛 總不能要你像聖人一樣說 沒關係,他傷害我 沒關係,我原諒他 我相信很難有人可以馬上做到原諒這件事情 因為你是需要時間去淡化你的傷痛的 所以你想要報復,我都能理解 然後你想要花時間就是讓他後悔 我也覺得我明白 可是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經驗來告訴你們說 為什麼不要去做報復渣男渣女這種事 如果你是剛剛被傷害過的人 你可能很難去接受我接下來要講的話 或者是接下來要給的建議 你會覺得我只是在說漂亮話而已 但是請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曾經也有過報復的心情 可是試著那樣做以後發現那對我來說是沒有幫助的 而且給我帶來的傷害是更大的 希望我分享完以後能讓你不要那麼想要去報復他們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報復這個行為 你會讓自己更難去忘記對方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走出失戀的 你知道又怎麼樣走出失戀嗎? 就是慢慢忘記這個人 那如果你一直想要去報復他 那你心裡每天一醒來 睡覺前都在想說好,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讓他感到後悔 讓他覺得很痛苦 因為你每天都在想這個人 所以你要忘記他嗎?很難 而且你們知道就是 那樣的報復會讓你很痛苦 是因為你在想著怎麼去報復的同時 你還是愛著對方的 人的感情是不可能說不愛就不愛的 不可能說恨,然後就只有恨而已 一定是愛恨交織的 一定是會讓你覺得說 哦,我在想要報復他的同時 卻也在想有沒有可能 我們還有機會再來一次呢 第二個是 你就算真的報復了 你的心裡不會更輕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但也是後來 就是我試著去報復以後 我才發現說 哦,對,今天就算他感到痛苦了 那然後呢 難道我心裡就舒坦了嗎? 其實沒有耶 因為如果我會想要報復他 就表示我還是在意他的嘛 那在意他的情況下 我會希望他那麼的痛苦嗎? 就算當下我覺得很痛快好了 可是事後我是不是會覺得說 自己也做了一樣的事情 然後也去傷害了他 而這件事情會讓我一直耿耿於懷 我會覺得 那為什麼當初我那麼執著去做這件事情呢? 我以為報復過後 我就可以往前走了 我就可以遇到下一段感情了 但是沒有 他只會讓我反而覺得 那我報復了 然後呢 我反而陷入一個很矛盾的感情 大家不要做這種蠢事哦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你去報復他 你想去報復他的這個心啊 會讓你的生活重心 完全擺錯方向 上次我跟你們說過 可以那麼快走出失戀 是因為我馬上就試著 讓自己不要再去想他了 不論怎麼樣都好 就是先把他的號碼刪掉啊 然後instagram封鎖啊 什麼都好 就算被說無情好了 那些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短時間之內 不要讓自己想起這個人 試著每天想他的時間 每天少一點 那慢慢的 其實你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痛了 過一陣子以後 就可以把他當個笑話講 如果你想去報復他的話哦 就會讓你一直想著他 那每天都在想要怎麼報復他 你的生活就不可能回到你的正軌去了 他已經離開你了 他不應該在你的生活裡面 佔有任何的重要的位置 都不應該 因為他自願離開啦 那你幹嘛為他留一個空呢 這反而會讓你自己心裡很難受的 而且啊 因為你想要去報復某一個人 所以你當下做任何事 無論是工作也好啊 跟朋友也好啊 你同時之間都會滿腦子想著 這會導致你的心 看任何東西都很狹隘 第四個是 你有可能會傷害到其他人 當時我跟一個恐怖情人在一起 然後後來就是進入那種 常態式的分分合合模式 然後那時候他也是會 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一直挽留我 然後一直說不要分手 然後就是在我家巷口等 可是同時之間我才知道 哦原來我有一個朋友 那個時間點是跟那個男生在交往的 那時候我就打電話給那女生 就跟那女生說 我不喜歡別人撿我用過的垃圾 今天就算他真的跟那男生交往了 所以呢 錯是錯在那個男生 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這種態度 這種傷人的話 去傷害那個女生 就算今天那個電話裡面 只有我們兩個人聽得到 但他受到傷害是事實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非常的後悔 我是事後覺得很後悔 當下我是不會的 當下我一點都不覺得哪裡不對 可是我後面想一想就覺得 其實今天傷害我的人 都是那個男生 為什麼我卻說了這種話 去傷害那個女生呢 好 那第五個是什麼呢 你會做出讓自己未來後悔的事 有些人就是得了憂鬱症開始自殘 傷害自己 甚至有些就是跳樓自殺了 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你去進行報復這件事情 你後面還是會後悔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只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就可以走出失戀了 你不用浪費那麼長的時間去掙扎 那因為你選擇了報復 而導致自己的療傷期變長 也讓自己的痛苦變久 那都是很不值得的事情 我覺得垃圾就讓他離開你的人生 記得幫我分享和訂閱喔 一定要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的話我出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啦 那要是你有任何的意見想要告訴我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的事情 歡迎去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好啦我是Joy是Rency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